说了这么多话之后就到了最直接的 这个追赶沽沽沽 这个股价我完全明白 首先就是说在技术上跌穿了所有移动平均线 这件事我是明白的 而近期的弱势我觉得最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 近期在四川那边停跌的比较重要 对于比亚迪的生产 你看看整条线是有少少影响的 因为有些基地就在那边 有些零件就在那边 可能作为借口就压了 第二 比亚迪这个股份我觉得 不可以说硬伤的客业 反而是侄外了股价上升空间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股份是太透明的 老实说 我所谓认识了百业 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 一些对比亚迪是认识很深的 甚至像是仙芝那样 不用吝啪 每个百业股都能猜到 就是打个这样的比例 所以就是说股价透明度这么高 也是充分地在市值里面 是已经反映了 你说现在说了这么多好的趋势 它只有五千亿的话 五千亿市值的话 打个比例不要说话了 甚至是听过说话的按键买 但是现在不是的 现在说的是七八千亿 或者八千亿 流上港元的市值 它现在价格是相当大部分的因素 变成这个股价是价格是价格 还是前景又好 就形成了两批人是各有借口 将股价上去其手 简单来说 憎恨他的淡友 就是一升到高的时候 就出尽力不断沽下去 他的理由就是说 你是好 不过你贵的 你贵的我就折你 但是倒反而折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有整批好友就说 你好收手了 他前景是好的 你狂折的话 你没有好处的 就变成这样两边在斗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是自然的市场电话供应的行为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的 分析完之后的结论就是 你可以是趁在媒调的时候 可以留意的 还是留意的 我想说也有一些技巧的 第一就是给亚迪 是适宜是分柱地留意 嗯 所以分柱得来 我知道立刻有人是 可能认识就是说 你猜我很有钱吗 分柱这个 阿sir你来不来的一些 这个500股一手的 你知不知道的 这个你买100多200万股票 你当然是没有紧着的 我有紧着的 这个500股一手 成200万什么 十几万啦 sir这个 我明白的 但是我无论在这个节目 或者是在 甚至是公开平台那裡 我都解释过很多次 这个你有很多方法 可以解决他入场成本高的问题 包括了就是说 用期权入手 是用A股入手 因为A股是100股一手的 还有A股的速率 基本上是和H股是这样的 没有分别的 还有就是说最后 你可以用了他的ADR 就是刚才我们的报价 昨天ADR他说是升的 是不是 其实你买一买他的ADR 也都可以的 他的ADR就是真的 是一股一手的 这个是美股 这个是不是 这个预托证券 不是美股 他一股一手的 成了昨天收市价 我忘记了69元是多少 你69元的美金 乘7.8再乘1 那是500多元一手 你就可以扮大户 是无限地吸納的 这个还可以兼明地说 下次当中说 比亚迪我打算分10注买的 那些人就以为 哇 你好有钱啊 那你又没有跟别人说 其实我买ADR 搞个难游戏 所以变成了就是 其实比亚迪我认为 是用不同的方式 去尽量减轻成本 去分注地去留意 那我觉得是不失为 一个strategy的方法